大家好,我是Irvan Sarah 今天我們來看Irvan 145新盤Frasco 首先請您調製座椅靠背 Irvan 145 起飛 Advait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扎克伯格在太后湖买的房子 客厅屋顶就是一个鞋顶挑高 它的室内风格是Rustic Fill 非常温馨的感觉 我们这个是单面的鞋顶挑高 扎克伯格的是双面的 看房小知识 Cassedral Ceiling是双面鞋顶挑高 两面的坡度是对称的 Volted Ceiling是不对称双面的 或者单面的鞋顶挑高 也可以与其他类型的屋顶结合 Cassedral和Volted Ceiling因为增加了纵向高度 所以使室内空间显得更大 更通透 建商尔湾公司经过调研发现 最受买房者欢迎的元素 包括客厅挑高和全景式推拉门 所以把这两个元素都加入到这个户型当中 并且做到了两个全景式推拉门 不负南加州的好阳光 MING PAO TORONTO 刚才我们看了一楼有一个客卧配有完整的卫浴 现在我们去二楼 二楼上楼梯的右手边是主卧 左手边是两个客卧和洗衣房 我们来到主卧 主卧的屋顶是加高的Volume Ceiling 四面坡度 扎克伯格在太后湖的房子 卧室的屋顶也是这样的 大家看看像不像 今天我们跟小扎的房子干上了 这个主卧加主卫浴的面积一共是500平方尺 约合46平方米 主卧的窗户是正对后院的 中间的这扇窗设计的是Picture Window 幼于观看户外的风景 主卫浴采用的是两个分开的Andermont Sinks台下洗手盆 更容易清洁 而玩动物社区的学区规划和地理位置都很优越 但Fresco这个盘有两点争议之处 第一点争议是它距离全美历青厂比较近 在东北方向约三英里处 虽然而玩市议会10月16号投票通过 启动吊销历青厂营业执照的程序 但目前毕竟该程序还未完成 我的做法是在购房之前 把所有该披露的问题都摆在明面上跟客户说清楚 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区AQMD 是直接对此事负责的管理部门 而玩市政府11月17号公开发信 敦促AQMD在多个地点建立空气质量检测设施 对利清厂和Barroman垃圾掩埋厂的排放做评估和取证 我们也希望AQMD能够加快采取措施 还而玩居民清新的空气 第二点争议之处是它的起步价高 室内单尺600多元 针对价格高我想说四点 首先Fresco它的房屋占地面积大 有4200多尺到5800多尺 房屋估价当中土地的价值占约三分之二 所以如果市内面积相同 房屋占地面积大的 价格自然相对高 第二点 而玩公司的房子起步价高 但它的卖点是房产税率低 Fresco的房产税率1.3% 物业费只有125元每月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比如而玩大公园的新建房屋 单持价格400多元 算是尔湾新建房屋当中价格最低的了 但是它的房产税率有1.8% 简单的说是因为尔湾大公园的公共区域建设 还有学区建设等各方面的费用 是通过政府债券来筹集资金的 这个费用要平摊到每户居民 以新区开发税的方式分30年到40年来还清 而尔湾公司它是用自己的资金 把社区的公共区域建好 不需要政府债券来筹集资金 所以它的新区开发税低 房产税率低 但是它的起步价会高 据我了解 人们有一个普遍的心理 我买房子的时候花的钱 是我这个房子值这么多钱 那么以后每年交房产税是额外的 所以很多人还是倾向于房产税率低的 但也确实有不在少数的买房者 因为一开始手头并不宽裕 所以倾向于起步价低的 即便以后每年交新区开发税 相当于多年分期付款了 所以这个也要看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 第三点 Fresco有优质的学区 它的小学在社区内 高中是著名的北木高中 加州1842所高中排名第15 最佳大学预科排名第12 第四点 Fresco的地理位置优越 步行可以去韩国超市 开车5分钟之内 可以到达很多其他超市和生活购物中心 以上四点是分析 为什么耳王公司有信心 如此定位Fresco的开盘价 但即便如此 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些高了 价格跟市场供求有关 目前来看 Fresco的销售情况还是不错的 如果未来销售不如预期 也有做价格调整的可能 所以喜欢耳王东木社区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我是耳王Sara 欢迎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耳王房产的最新资讯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